叔叔 叔叔 怎么了 小姑娘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包 什么包啊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书包 您刚从那儿路过的时候 没有看见吗 嗯 没有 没有看到 哎 叔叔 你等一下 你干什么呀 小姑娘 我跟你说了 我没有看到 那叔叔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帮你 怎么帮你呀 那你能不能跟我一起 帮我去那边找找我的书包 哎 小姑娘 你的书包你自己去找吧 我还有事呢 哎 叔叔 你再等一下 等一下 您就跟我一起去那边找一下呗 那边太黑了 有点害怕 不是 这大白天哪里黑了 叔叔 您看那边 商场太黑了 没有灯 哦 还真是 那你的包放在哪里不见的 叔叔 我就放在那边的椅子上 我去了趟厕所 出来它就不见了 那你是不是忘记放错地方了 没有呀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那边很少人去的 那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跑那么偏的地方去呢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着急上厕所 我就去那边了 你自己去找吧 小姑娘 我真的有急事 哎 叔叔叔叔 我真的不是要缠着你 您就陪我一起去找找吧 那边太黑了 我真的很害怕 你害怕 您害怕也不关我什么事啊 哎呀 叔叔 您就陪我去找一下吧 我真的很害怕 而且我包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 什么重要的东西 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都在包里 找不到的话 我就上不了学了 录取通知书 哎 行吧 我陪你去走一趟吧 叔叔 我就把包放这儿 然后它就不见了 就把书包放这儿了 对呀 叔叔 我就把包放这儿 然后就在趟厕所 出来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了 这也不对啊 刚才我也没从这边走啊 可是我刚刚从厕所出来的时候 明明看到是您从这儿走过去的呀 小姑娘 你一定看错人了 我真的没有从这儿走过 可是我看到那个人 就像你啊 你真的看错人了 你自己慢慢找找吧 我真的有事 我先走了 喂 叔叔 叔叔 实话告诉您吧 我是骗您的 我的包没丢 骗我的 其实我认识您 您是状元房的老板嘛 我知道您之前帮助过很多人 我也想让您帮帮我 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 所以 哦 原来是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呢 叔叔 对不起 我真是没办法了 所以才用这种方式骗您 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叔叔 是这样的 那个录取通知书是真的 可是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 还不让我上学了 让我出去打工 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我爸爸说了 女孩子上学没有什么用 不让我上了 还让我出去打工赚钱 供我弟弟上学 可是我知道 上学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所以我希望叔叔您能帮帮我 哎 现在这个社会 怎么还有这么愚昧无知的父母呢 这样子 我今天出门也没有带多少现金 你看 两万够不够 够了够了够了 叔叔 谢谢您 谢谢您 太感谢您了 不用谢不用谢 您早说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叔叔 您真是个大好人 哎 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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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干嘛 小姑娘 我帮助你也不是白帮助你的 我希望你好好上学 未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叔叔 我会的 小姑娘 加油啊